台词情文特别气话来看到 最近经常出现五号雷震雨 而台语俗艳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一雷破九台 五雷九台来 意思是说农历六月初一 如果有打雷 那今年可能就没有台风了 而如果没打雷 那台风恐怕接踵而至 过去老一辈务农的人都说 这就像是农业气象战一样 多次验证的结果 可是气象专家倒是认为 台风来临时也经常伴随着打雷现象 觉得这样的判断没有科学根据 一道闪电划过天际 伴随着雷声大作 农历六月初一这一天雷雨交加 闪电打雷 不少民众拍下着惊人的景象 而在台语俗语中有这么一句话 一雷跌高台 没雷高台来 意思是说农历六月初一这一天 如果有打雷 年终就不会有台风来 否则恐怕台风会接踵而来 民众看法不一 但老一辈的人尤其是务农的长辈说 这就像是农业气象战一样 经过多次验证得来的结果 寂寞专家表示台风是属于热带气血的一种 以有无打雷来判断台风来不来 并没有科学根据 台风中心里面它是一个上升气流 所以基本上还是会有打雷的现象 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早 旅游会社会因为没有气象仪器 可能大概就是用统计的知识 那个时候是没有科学的 气象局表示台湾夏季 由于受到热带海洋性气团笼罩 上升气流旺盛 午后常有雷雨发生 如果连续性雷雨忽然停止 表示可能有台风要来了 而随着地球气候的演变 老祖宗的智慧也可能因此不再那么准确了 接下来王胜讯王东山台中报道 和内容 感谢观看